我们的云南创业之行 因为种种原因准备到此结束 当然在结束之前 我也为自己留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三角梅品种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了解一下 这些就是为自己留的一些三角梅品种 怎么说呢 也可以说是比较珍惜的一些品种 就以拿我手边的这一颗三角梅为例 这一颗品种是小画报 经过这一年多的分享 可能关注我的画友已经了解画报了 但是像这小画报了解的人可能是并不多的 比如皇家多芬 魅惑 比巴 红莺蝶 巴尔特夫人 中国丽人等一些 还有绿叶五宝 这是嫁接的一颗绿叶五宝 当然这些品种对我来说 K栓是比较特别的 这些花我可以这样说 我还没真正见过它开的花是什么颜色 到后期我也会和大家分享这些三角梅的开花性状及特点 当然我手边的这些三角梅都是通过嫁接手段繁殖的三角梅 这个嫁接的时长相对会比较短 不足两个月 这个网架运输的话 这个风险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我个人也承担了一些风险 但是因为这个带盆土了 运输太不方便 今天我也需要动动这个手段了 给它包裹一下 并清除一部分的泥土 让我的父亲先种植一下 这个我们就进行脱土 进行包装 当然后期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三角梅的养殖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点下方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